我們已經得出答案 那就是郭台銘 他事實上是有計劃的在進行 他要搗亂整個國運黨或者是泛男秩序 而最後得力的一定是民進黨 他不會不知道 他的效果就是實質地在協助民進黨 如此而已 我說馬英九想要賣台最難 因為大家都認為他可能會賣台 看著眼睛盯著他看 韓國瑜要賣台更難 因為大家都覺得他有可能會賣台 可是賴清德要賣台最容易 因為他賣完台以後 大家還覺得說這樣子還不錯 這就是今天溫水煮青蛙的綠營支持者 綠營現在已經透過焦慮期認定了 賴清德是穩贏的 不過我曾經說過 如果蔡英文要對他出手 不會選八月 而會選九月中到九月底 甚至到十月初 因為這樣把他打趴了以後 他才活不過來 而且到目前為止 藍營是看起來分裂定了 未必拍賴清德 你看郭台銘 他一副沒有要贏的樣子 他就是要跟你亂到底 郭台銘三次飛到白宮去之後 回來就有重大宣布 關鍵時候他就飛一次 如果你仔細把他全部拷貝連起來 你會發現 他是有計劃的在列解整個國民黨 現在全台灣大家會認定 國民黨是一盤散殺 這就有助於強版面了 大家都就對侯友宜不會再關注 於是火友宜的民調 想要再回到百分之二十以上 簡直難如登天 照這樣的話 蔡英文要出手換人就容易了 除非蔡英文真的 已經一點辦法都拿賴清德沒者 或者是他們兩個已經講好 必有 否則只要能把他處理掉 蔡英文是不會放棄的 蔡英文要相信賴清德 那對人性是極嚴厲的考驗 這是極為嚴厲的考驗 所以我認為這個局勢 各懷鬼胎 是不可能的 蔡英文再出手 把賴清德弄掉 把陳建仁換上來 你覺得綠營的支持者 會有人講話嗎 我給你保證 那些人比鬧的 沒有半個人會講話 如果蔡英文真的能這麼做 他真的是歷史上找不到第二個人 武則天就這麼幹 賴清德在四年前 被蔡英文又這種方法 做掉 我覺得他當下還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死的 但是我相信他忽然就醒過來了 可是醒過來以後 他完全按並不動 這是基於他的城府呢 基於他的智慧呢 還是基於他的懦弱 都不是 是他脖子上跟這個胯下 都已經被刀架著 他除了不能動 還是不能動 目前為止 至少我們確定一件事情 賴清德指示民調高 跟賴清德聲勢高 不是同一回事 賴清德沒有獲得 馬英九當時候的旋風 也沒有獲得 韓國瑜當時候的旋風 相反的賴清德反而走了一個 所謂很低調的路 你什麼時候看到民進黨的大會參選人 是這麼乖巧的 這麼溫良恭儉的 你說的有點道理 你看喔 他在整個選舉的過程當中 他只有一件事情 讓他這個 勃然大怒還告人 就是說論文門是他發起的 對 其他比這更嚴重的 他都沒有坑一句話 沒錯 可見他的中心思想是要 巴著蔡英文 不要惹到 不要惹惱他 其他都無所謂 其他唾面自乾都無所謂 這個厲害 應該不是厲害 應該是這才是他唯一的造本 人家是不是真的放他一碼呢 我們目前看不出來 因為小英之友會 仍然沒有靠過去信賴支援會 他還是沒有力挺賴清德 甚至對於賴清德 他總是能處理的 所以有很多跡象 仍然讓人家覺得很不對勁 真的不像是賴清德 就這樣要當選 雖然到目前為止 民調卻是如此 好 我們下次再見